逸琳啊 你可能是 除了我跟她爸爸之外 你跟我们家郑里呀 每天来的时间最长的 她的有些情况 一定比我们清楚 也可以这样说吧 那我真的是找对人了 SOS 苏莉娃 小郑总 你妈妈不是来找你了吗 我妈找我 对啊 我妈找过我吗 刚一脸姐跟她一块儿 去楼下咖啡馆了 完蛋了 完 大秋下次再约吧 还有这个 给我杯水 谢谢 儿子 妈 你怎么有空 在上班时间 把我秘书约出来喝咖啡呢 儿子 我可是要大力地表扬你的助理 人好 大方 气质出众 你别看人家三十多岁离了婚 谢谢 但是人家依然过得很自我 这才是当代女人 应该有的样子 依琳啊 这以后谁要是娶了你 那一定是她的福气 挺好的 儿子 我们俩可是相见恨晚呢 那不是很好吗 那不是很好吗 你们以后可以多约出来 联络联络感情 这提到感情 我还要批评批评你 我听说昨天 灵溪已经把她的男朋友 带回家了 我听说 灵溪那个时候是那么地追你 你看看现在 人家后来者居上 倒是先有了男朋友 那很好啊 至少 不用在我这颗歪脖子树上 吊死 对吧 好什么好啊 你们两个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 你再努力努力看看呀 没希望了 凉透了 我不跟你说了 依琳啊 你没事的时候 给我劝点她 她这个孩子 妈 妈什么妈我还没有说完呢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谁呀 你也认识 我认识 陆伯伯家的陆亚新 张阿姨家的王亚霆 不会是吴阿姨家的侄女吧 我怕说出来 你会吓到的 我为什么会吓到 除非你大便活人 吓的一下 把她变在我面前 吓 你能不能有点正经 吓 吓 吓什么吓 妈 我是认真的 我女朋友是这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 她叫她白毅丽 你们 我们在一起了 我不同意 为什么 你不是说你们很聊得来 谁娶了她是她的福气吗 对别人可以 对我不行 妈你这不是双标吗 我今天不跟你争 我把话给你撂着 只要我有一口气 我就是不同意 妈 老周 哎呦 什么呢 这个是这个 来来来 喝杯洛宗华长 消消息 来来来 别生气 别生气 咱们拿这扇子啊 我真的没有乱发脾气 你知不知道 你儿子跟他们公司那个 比他岁数大 又离过婚的女秘书 恋爱了 这事我得要怪你了 你们天天在一起工作 你就没有发现吗 你这么不关心 你儿子的私生活 这一点我要做检讨呀 不过 我就是知道 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还能把他捆起来啊 他有手有脚的 我就是把他捆住了 我能捆住他的手 我能捆住他的脚 我也捆不住他的心 停 我听你这话的反应 好像这事你知道 就把我蒙在鼓里是吧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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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消气 行不行 你要是实在不 行 来 来 你 我 那是 俩人在那儿一站着 别人就会说了 肯定是这个女的养了这个男人 那不就是 他在养他吗 我觉得这样挺好啊 你看 你当初嫁给我 我不是把你伺候得很好吗 咱们现在让女方 来伺候咱们的儿子 这不挺好吗 再说了 你 你不是有那么多 护肤经验吗 对不对 你正愁没有人传呢 你把这些护肤经验 传授给他 完美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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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